2017年的年初 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学都因为找工作的事情 焦头烂额奔走在美国的各大城市 我当时是因为非常喜欢在纽约的弟兄姊妹 我就很想留下来 所以基本上和他们聚会祷告唱诗歌以外 我全部的时间都是穿梭在曼哈顿的协字楼 应付各样的networking 和面试 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把握的几个面试 到头来都杳无音讯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气馁 也是觉得整个人都很压抑 所以智慧里面我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喜乐 那机会一结束呢 我就又被打回到原型 我就又回到了找工作的这个焦虑里面 但是其实我信主之后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我开始学习 去活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 不再是凭着我自己的喜好 而是说寻求主的带领 所以我就是切切的向主祷告 但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我祷告里面摸不到主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真的是很幸运 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们都一直是为我迫切的祷告 他们这样的坚定持续的祷告 我就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就又重新回到了主那起初的爱里面 我也是慢慢恢复了我跟主更长的这样个人祷告的时间 也是重新来注重我们有真实的交通 也是慢慢借着主的恩典 我就每天可以奉献我的祷告 来更新的奉献 最后呢主就慢慢把这样的平安做到了我里面 他就跟我说 你其实不用着急 不用只集圈在纽约 可以往更多的地方去偷偷看 所以我就当时广泛的去撒网 然后这其中就包括在亚马逊的这个面试 当时是在西雅图 等三周之后呢 HR还是没有消息 我当时就觉得好绝望 应该就是坏消息了 因为在亚马逊一般是一周之内都会出结果 然后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很软弱的情形里面 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力气向主去交托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就又重新跑回到年长的姊妹那里 我就跟他一起来祷告在主面前 我就跟主彻底的说 主啊我实在是需要你 需要你来恢复我 我真的是完全的把这件事情就交托给你 你来出去我里面的私心 出去我里面的搅扰和拣选 就让我能有一个可以好好服侍招惠的工作 我就很满意了 然后当时有一个经节就临到了我 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至八节 是这样说的 他说但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 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 当时我就完全的就释放了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当我软弱的时候 是主把我的这个奉献都是主来帮我做成的 就来显大他这样超越的能力 所以我就很开心我就跟HR讲说我们约个时间来询问一下结果 当时HR跟我说是offer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没有一丝的波澜很平静 所以HR都觉得说是是不是他给我的offer package我不够满意 但其实是我真的内心觉得我已经得到了这个质保 所以我就挂了电话就跪在各大的这个图书馆的走廊里面向主献上我的赞美 我觉得真的是比起世界上最好的offer给我 我是完完全全在这个经历里面得到了主 我就很很开心很很赞美深 也是借着这样几个月工作的经历 就让我想起来一个姊妹以前跟我见证的 他说今后主钱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是你这个主权完全的交易 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巴望着我们转向他 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 他就会来倾倒他的祝福 那他这个祝福有可能是一个offer 也有可能是一个reject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宝贝的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